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本单元介绍启动控制台的多种方法 我们分四个单元介绍 一个是用开始选单 另外一个是用档案总管 再来用搜寻 再来用下命令的方式 都能启动控制台 我们逐一分单元介绍 本单元介绍Windows 10 如何利用开始选单来启动控制台 荧幕左下角的开始选单点下去 出现选单 我们往下移动 可以看到Windows系统 选Windows系统后 出现控制台选项 选控制台 出现控制台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选开始按钮 出现选单 卷轴往下移 当您看到Windows系统 点下去 旗下出现控制台 选控制台 便启动控制台 本单元介绍 Windows 10 如何利用档案总管 来启动控制台 当你开启了档案总管 移到C槽 点C槽之后 上方就会出现让您选择按钮 你选择按钮之后 出现控制台 选控制台 就进入控制台了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我在开始按钮 按滑鼠右键 出现档案总管 选档案总管 这时候选C槽 点一下 看到上方 有个磁碟机的按钮 有个兔舌头 点一下 就看到控制台 点控制台 就出现控制台了 本单元介绍 Windows 10 如何利用搜寻 来启动控制台 在荧幕的左下角 有一个搜寻的图示 像放大镜一样的搜寻图示 点一下 出现 请你输入文字 来搜寻 您在这边输入控制台 然后呢 按Enter 上方找到了控制台的软体 应用程式 所以你直接选控制台 就会出现控制台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在荧幕的左下角 开始按钮的右边 有一个搜寻的图示 像放大镜一样的搜寻图示 你点一下 您输入控制台 按Enter之后呢 你就看到上方有控制台 你选下去 就进入控制台了 本单元介绍 Windows 10 如何用Ctrl命令 来启动控制台 视窗键 加R 就会出现执行视窗 所以你按了视窗键 配合 大小写的R都可以 就会出现执行视窗 出现执行视窗之后呢 您就可以直接输入命令 我们输入Ctrl这个命令 输入好之后 确定 就会出现控制台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按视窗键R 就会出现执行视窗 先前打过的就会出现 那我现在把它删掉 我直接打Ctrl C-O-N-T-R-O-L 输入好之后 选确定 就出现控制台了 本单元介绍 启动控制台的多种方法 有用开始选单 也有用档案总管 也有用搜寻 也有用Ctrl命令 来启动控制台 整个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